我看第一題 第一題要說 請選擇適合個體敘述的圖形名稱 A到H的代曜填進去 那A10發霧線B4橢圓 C4雙曲線 這好多個到H這樣子 那坐標平面上有兩個定點F1 F2 動點P F1 F2的距離是5 那問說第一個 怎麼樣子會滿足 這個PF1減掉PF2的角度值等以5 那第二個是PF1加PF2等於10 第三個是PF1加PF2等於5 第四個是PF1減PF2等於-2 第五個是PF1減PF2的角度值等於0 那這個題目要怎麼做呢 那這個題目的話 就是說你現在已經知道 有兩個固定點 那這個固定點它的距離 之間的距離是F1跟F2 那這個之間的距離是5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是用這個加的的話 這兩個相加如果是等於2A 等於2A相加的 PF1加PF2等於2A的時候 它如果大於5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橢圓等於5的話 就是線段這個F1 F1 F2就是一個線段 小於5那就沒有同時 好 所以我們來先來看這個 加的部分等於10大於5 所以這個是一個橢圓 橢圓的話是選的是B 然後這個兩個相加等於5 等於5跟這個5相等 相等的話 那是線段AB 線段AB的 線段F1 F2 線段F1 F2在這邊的話 沒有的話就是以上接飛 這個就是它其實是這個F1 F2 線段 那再來的話都是減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減的 那如果是減的話 PF1減掉PF2 這等於2A 那我們說這個如果雙曲線的話 2C應該最大 應該要小於F1 F2 這樣子它就是雙曲線 那如果等於呢 等於的話 它是這邊的兩個色線 兩個色線是二色線 這有角類值 那如果沒有角類值的話 就是一邊的色線 那雙曲線也是其中一隻 那如果大於 大於就是沒有同時 所以我們來看減的部分 減的如果兩個相減等於5 還有這個2A是要大一點的 如果這個2A等於0的時候 2A等於0的話 那就是兩個 絕對只相減等於0 那就兩個要相等 那就是PF1和PF2 也就是說P點到F1到F2 它的距離要相等 也有個點到這個 兩關點距離相等的話 就是在這個中垂線上 所以圖形是中垂線 所以如果這個2A等於0的話 那這個是中垂線 就是一支線的 中垂線 好 所以我們來看減的部分 兩個相減等於5 剛才等於5 那應該是兩個色線 所以兩個色線的話 應該是F F是兩個色線 就是F 好 再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 第四個 這兩個相減等於-2 那基本上我們就把它 通通乘以-1 就會變這個樣子 通通乘以-1就會變正2 那正2的話 就是PF2-PF1 就等於正2 就是說這個減掉 另外一個是等於正2 2有小於5 對 所以它是雙曲線的一支 那PF2比較大 那是靠F1那邊的一支 就是雙曲線的一支 是主 然後再來第五個 這兩個相減等於0 剛才講等於0 它是中垂線 中垂線是一直線 一直線的話是1 那是一直線 所以我們的答案 選出來是B 不是 FBH-1 FBH-1 看來